范伟 范伟1962年9月2日 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喜剧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作为金马奖影帝范伟 范伟出道多年 从小品到影视剧 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但他本人过得一直很低调 范伟早年的作家 是一辆路虎缆胜 路虎缆胜在广大SUV爱好者中 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出身英国贵族的他 已经不单单是一款将豪华与越野性能完美融合的SUV车型 更是英国经典越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者 时至今日 缆胜已经成为了路虎其下一个响亮的品牌 拥有缆胜的头衔 就相当于拥有最完美的品质 后来用的时间久了 车子出现了老化 于是换成了现在的大众黑色的土锐 这款豪华 SUV并不只注重豪华 这两个字 还兼顾了越野能力 充满肌肉的线条组合在一起 却显得非常内敛 国内售价65.88到90.88万张震 1976年10月14日 生于台湾省台北市 祖籍浙江省宇瑶市 中国台湾男演员歌手张震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坚定沉稳而随意淡然的气质 他的认真和投入增添了男人味 好品味也给整个人加分不少 各种风格他都能轻松驾驭硬派男神张震 除拥有高岩石之外 其座驾也相当的有实力 全心动感全能的SUV奥迪 跳舞尽显低调奢华 跳舞的整体外形非常时尚 漂亮 身体的线条流畅 优美流畅 尤其是他的大嘴巴 对人格塑造的正面是满的 呈现出时尚 总感的设计风格 1974年出生的林志玲 如今已经44岁了 这份年龄对于女人来说 也许有点可怕 但是林志玲依然拥有一颗不老的少女心 不管是在活动中 还是舞台上都清纯又亮丽 十分活泼可爱 林志玲可谓是众多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她傲人的身材 无论站在哪里都是焦点 但是万万没想到 她的座驾竟然是奇亚的家了 这辆车报价 14.28到20.78万元 是当初代言所送的 没想到 林志玲这一开就是十几年 不少网友看到这里 纷纷表示 真的心疼林志玲 作为一线的明星 座驾却是如此的频繁 是